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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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钢铁侠样 他好闷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她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我的女朋友就是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地方问他 你在那儿 我在全家这儿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这三句话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转上那么一圈 跌不住吧 跌不住上吧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了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止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它的时候 它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你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得 姚明地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直男 阿金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地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 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和这堵墙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不是 你知不知道 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 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堵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幻众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他要是直接赐奔了 那是女生 25岁了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人员 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嗯嗯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了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煤气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着那个安检仪上 说我今天就要富贵选中求 好 我要比了 进集了 学士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回家了 不比了 不比了 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 一把弩 谁要带一把弩 上地铁一把弩 Cosplay绝地求生吗 一把弩 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 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 会不会太讲道理了 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 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 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八点半 人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 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民广场 那还是地铁方便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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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今天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嘛 就去年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 其实关于我自己贫穷的段子 还没有讲完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度假去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玩的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还把他们给我那个消费卡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他说哎 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鱼额 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对对对 是是是 我叫杨孟恩 我说 所以在那边演出 观众的反应让我觉得 好像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 周五的观众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 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 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 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哎 他们这个演出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就是那个周日场 周日的观众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如果再不笑的话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 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来观众 可能就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 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什么希望那种人 就周一的观众 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搭了个脸 看着你 你这么看着去 永远就搭了个脸 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 周一的观众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他就是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我就让这帮透过演员 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 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 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 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 对这个世界来讲 就越残忍 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看到一个 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她这一生 她得拒绝多少 像我这样的人 她得拒绝多少 追求她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多少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 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 发自拍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 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连她也能追我吗 我现在觉得 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就是 我为一个朋友 我为一个朋友 今天我可以顺便进几道名闻了 接下来就吃了面了 但是很多年上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 下面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他就问我 他说 哎 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 就是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他就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他只能叫海狗 同他身上 我就发现了一种 就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 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哎 我的妈呀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但是前排男生开始鼓掌 非常很有供媒 扎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筹琪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舔狗 也不要当扎男 像我一样 所以我带刺的玫瑰 谢谢你们 你们好叫邱瑞啊 我叫邱瑞 我是个沙洋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 就做一个外地人 没有钱的话 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 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我家现在到公司 要到四班地铁 到河北只需要两班 而且我去租房住的时候 租房软件上有个 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 它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 我是想住郊区吗 我坐地铁有瘾呢 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我想住故宫 但没有钱 你不想住郊区 就只能跟人合租是吧 家里东西坏了都没人修 我家那个卫生间 灯泡坏了就没人修 逼着你拿玉霸照明啊 那就一个晒呀 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 你得扭动起来 不然就晒伤了嘛 跟那个土耳其口 我一个人离你发现了吗 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呀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说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还不给灯呀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 太难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 什么叫一局室 我跟中介说 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妹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他也就是 他挺新的 他肯定要跟豆豆金之后一个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就感觉 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徒是壁 那么最起码家徒是壁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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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卧室是梯形的 卫生间是三角形的 这个房子复杂到 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 得连一条辅助线 好巧啊 啥房子的冷角能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 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九八八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啊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杖了 这挺好笑的 这太好笑了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这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啊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形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扰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 我说它这三角形的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山龙椎啊 这个好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角 它给你成一个四十五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 给我把马桶塞在了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 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角 太新鲜了 慢慢顺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 我现在感觉写一篇脱口秀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时常把握不住现代网友的情绪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你知道每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上面发布的产品 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帮大脑 加了一年的板 一直要改变世界的产品 然后一经发出 所有发布会的弹幕都带出来两个字 就这 我真的太讨厌这两个字了 我都匪夷所思 什么叫就这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大家对该接下来的事情不惊讶 对不该接下来的事情瞎惊讶 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看到个最新的科技产品 就这 然后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拿个水瓶 力道令人脑袋上 这个太牛 来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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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跟你说一个更惊讶的 刮死二手车新电商 买买菜车就跟买菜一样方便 线上买根本不用去线下 开七天不满意免费退 假如科目对我这个段子不满意 那钱也已经花了 这个退不了 包括 狗头这个表情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表情 就是谁规定的说了一句话之后 后面加个狗头就是开玩笑 你还不能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急了 我觉得狗头要是这么好用的话 我要穿越回古代真的随便干什么都行 真的干什么都行 你们想想就宋江对吧 在巡洋楼上喝酒喝开心了 要写反诗大笔一挥 有一说一 他日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当负 狗头就没开玩笑 第二天酒醒了之后 吓死我了 我还好加狗头了 皇上说你疯了 你疯了 你要干嘛你要造反 没有啊 我加狗头你没看见吗 我加狗头开玩笑的 这么开不起玩笑 大家快看 他急了 他急了 皇上说我不管那么多 来人哪 给我取下他的狗头 宋江说 这就急了 这就急了 这真的大乌雨事件发生 我天啊 就离谱 我感觉现在我们 现在的我们在学习和研究 一千年以前的唐诗和诵词 就现在这种表达方式 我就很难想象以后的人们学我们啥 你知道吗 你就说你们能想象吗 就上课的时候老是说 同学们 来 我们从书包里拿出微博文选 翻到这个21世纪语言鉴赏 极美们 同姐妹 同甲 同甲 这家店的下午茶 YYDS 同学们注意 写着这么写 读要怎么读呀 底下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永远的神 不对 那叫永远的神 我继续往后看啊 我尝了一口味道真是绝了 关于这个词用法 作者用绝了形容一个蛋糕 我们猜测一下作者的意图好不好 A 一般好吃 B 特别好吃 C 蛋糕灭绝了 回到文章 我尝了一口味道螺旋爆炸升天 啊 我死了 同学们 作者真的死了吗 没有啊 夸张手法夸张 最后重点来了 狗头 都学过啊 有没有哪位同学 拿狗头造具 底下说 老师我有 老师您讲的课真精彩 狗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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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脱口秀太火了 我老家 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 都来找我合作 让我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 站前面 讲脱口秀 我说可以 但需要你配合 他说怎么配合 我讲到梗的时候 你扣他脚心 前面换了个风格 我以前觉得 幽默能吸引女生 我中学开始 就爱写笑话 讲给我喜欢的女孩 他笑得很开心 然后讲给他喜欢的男孩 那个男孩 再讲给我 一个笑话 幽默了一圈 就我不开心 上海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很现实 是为了分担房租 很现实 其实 情侣同居之后 也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天我睡得正香 我女朋友把我叫醒 她说杨波 我睡不着 咱俩聊聊天吧 我很生气 我说聊啊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她开始数 数啊数 睡着了 我睡不着了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的感情生活 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是事业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踢我都不会 学生也很笨 每一个能给我讲明白 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交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咕的照吧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杨波赢了呀 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 其实 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只在一瞬间 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 晚上十点 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 说自己刚做完的 二十页PPT 忘保存了 所有人都上去安慰他 老板都亲自过来 一顿操作 帮他恢复了PPT 发现只有三亿 好啊 最后我想说 脱口秀是我的工作 但我生活中 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我上次笑 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 新娘跑了 讲完了 谢谢你们 OK 大家好 我是杭哥 大家好 虽然呢 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 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 我说明白了吗 我家人明白明白了 开心 有意义 就没啥用 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 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 啥意思啊 就看你这工作呀 能让多少亲戚朋友 借到官 这个叫有用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 到目前为止 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 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 就这么说吧 打我记事去呀 我们家就没开过火 吃的都是我三姨 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 也不是硬拿 做太多 扔了 剩下扔了多浪费 对吧 我三姨是秉着 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 就往家拿嘛 有时一趟拿不完 那就分两趟 我们家分完之后 给我老舅 我二姨分 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 给我老姑 二大爷分 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 给谁分位 记不太清了 反正这么说吧 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 有点啥问题 那对于我们 整个家族来讲 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呢 在我们家 吵架词都不一样 我妈跟我再生气 她再生气 她也从来不说 我把养你这么大 从来不说这话 但我生气我就敢说 那我吃你一厘米了嘛 东北人的家族意识 是很强的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就是像我家人 你家族意识强 相比之下 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 就比较薄弱 我家人就不行 尤其是我妈 就东北大妈那劲 你知道吧 就说好听的是热情 但热情是啥 热情是邻里之间 创个门 我妈是把两架墙 给凿通了 你知道吗 她坐飞机 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 诶 那姨问你啊 你这来灰飞的 那有时间找对象吗 我说妈 你凿墙就算了 你咋还凿人逞中墙 我妈不愿意的 那问他咋了 老痴 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没有吧 空姐真的很专业 很专业 但你能看出来 她是在敷衍我妈 你知道 没多少钱 就一万多块钱吧 然后我妈安慰人家 一万多块钱 行啊 你这还摆坐飞机呢 就是 东北人骨子里 是有那种豪爽劲 对不对 那从喝酒上 就能看出来 对不对 东北人喜欢喝酒 因为冬天冷 喝酒 暖身子 有着习惯 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 所以从小 我爸就教育我 酒一定要喝完 我呀 是来上海这边 我才知道 啤酒是可以 一小口一小口喝的 你知道 在我家那边 怎么喝啤酒吗 跟变魔术似的 满杯 这些颜色太灯美了 还有点五酒精酒的 五酒精 我这吓坏了 我酒店抢了 还有这系列啊 五酒精酒系列 我一时间无法接受 我这还有王法不了 所以在上海喝酒 真的是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 如果你不想喝 你就直接说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早点走 然后在场的人 就真的不再 劝这个人喝酒了 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 他有多难以置信吗 他就无意于 打劫 那我没带钱呢 那不好意思啊 这挺好的 难以置信 因为在我们东北吧 也有这种情况 就来着去 不好意思 今天我得早点走啊 那快点喝吧 来 乖 喝到最后 你知道 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 对吧 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 东北人喜欢劝酒 有这恶习 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就在东北啊 这劝酒说那话的 多狠的多厉害啊 真不是真不是 我再普及一下 在东北 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 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 就是你 是不是不能喝了 就这么一句话 眼神啊 要威逼 整个语气当中 要有一种挑衅感啊 就你 是不是不能喝了啊 这句话力量 各位 太强大 太强大 没有哪个东北人 受了这句话刺激 就东北人听完这句话 直接就炸了 咱就不说东北人 就长在东北的玉米 听完这句话 直接炸成爆米花 我跟你说啊 这句话力量 真的太强大了 但是这边人 不懂这层含义嘛 他们不懂这样 那天我也是喝嗨了 我就问 我说那你 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哎呀 早就不能喝了 你都猜我 谢谢大家 我让我说 言酒虚实料 黑酒虚实料